还懵懵懂懂的小女儿对上天祈求的话让全场眼泪再也绷不住 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欣上个月30号在拦检毒贩时 因为驾驶飙车逃跑她被拖行撞护栏不幸殉职 留下妻子还有一对年仅一岁和四岁的女儿 这次剧剧都是无尽的思念事发过了二十几个日子 妻子还在学习如何坚强面对纵使所长已经离开 但将永远活在亲友心中 白法人送黑法人是追心之痛 殉职远警刘宗欣的妈妈痛哭贪婪在亲友身上 二十二号公祭新北市长侯友宜 内政部长刘世芳以及警政署长张荣欣都到场致哀 并追进刘宗欣两线三星组长职位 由刘爸爸代表接受 以国旗复官 表彰刘宗欣生前对国家对社会安全的贡献 场面背极哀荣 不过后续家属的路该如何走 但愿公祭之后能唤醒各界对知情安全的重视 希望每一位远警都能安全出勤 平安回家 热雾结束 赞人行为吴先生 陈俊卫新北参考报导